请翻到你们手中的圣经到出埃及记第三章 出埃及记第三章 我们今天继续沿着出埃及记 在今年的降临期 沿着出埃及记来思想 耶稣基督降生的福音 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 不仅仅是从新约马太福音才开始的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从整本圣经一开始 从创世纪 从出埃及 从整个旧约都在不断地预表着耶稣的降生 所以今年我们从出埃及记来思想 翻到出埃及记第三章 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二节 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 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 到了神的山就是和列山 耶稣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摩西观看 不料荆棘被火烧着 却没有烧毁 摩西说 我要过去看看这大异象 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 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 就从荆棘里呼叫说 摩西 摩西 他说 我在这里 神说 不要进前来 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占之地是圣地 又说 我是你父亲的神 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摩西蒙上脸 因为怕看神 耶和华说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实在看见了 他们因受都公的挟制 所发的哀声 我也听见了 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我下来 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领他们出了那地 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 就是到迦南人 赫人 亚摩利人 比利西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之地 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 达到我的耳中 我也看见埃及人 怎样欺压他们 故此 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 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 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摩西对神说 我是什么人 竟能去见法老 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 神说 我必与你同在 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 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 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 摩西对神说 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 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这里来 他们若问我 说 他叫什么名字 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神对摩西说 我是自由拥有的 又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那自由地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神又对摩西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耶和华 你们祖宗的神 就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萨的神 雅各的神 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耶和华是我的名 直到永远 这也是我的纪念 直到万代 你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 对他们说 耶和华 你们祖宗的神 就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萨的神 雅各的神 向我显现说 我实在眷顾了你们 我也看见了 埃及人怎样待你们 我也说 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 往迦南人 赫人 亚摩利人 比利西人 西北人 耶布斯人的地区 就是到流乃与密之地 他们必听你的话 你和以色列的长老 要去见埃及王 对他说 耶和华 西伯拉罕人的神 遇见了我们 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 走三天的路程 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 我知道 虽用大能的手 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 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 施行我的一切歧视 攻击那地 然后他才容你们去 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 你们去的时候 就不至于空手而去 但各妇女必向他的临舍 并居住在他家里的女人 要金器银器和衣裳 好好给你们儿女穿戴 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 我们今天读神的话 就是上帝在火中向他显现 我们来看 如果说上一周 我们从摩西的降生平行对比耶稣 我们所关注的是 强调的是耶稣真实的人性 他是那位真正的摩西 那么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 要来看的是 强调的是耶稣真实的神性 我们要来思想 这位在荆棘的火中 向摩西显现的耶和华的使者 他就是在数千年之后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他是那位神圣威严的上帝 也同时是满有慈爱和怜悯的上帝 他亲自来拯救我们 带我们高升 因此我们可以倚靠他 敬拜他 并且以他为乐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 要从这段经文来思想的 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 在这个时刻 耶稣在旧约当中显现 耶稣在旧约当中出现了 这位耶和华的使者 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 从这段经文去思想 这位耶和华的使者 耶稣基督他的性情 他在这段经文当中 向我们彰显的 他是那位神圣威严的使者 也同样是慈爱怜悯的使者 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看第一点 耶稣在这里出现 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很多的时候会抱着一些 先入为主的错误的观念 而其中一个错误的观念 就是 其实也不是什么新的错误 其实早在第十 第十二世纪 有一位意大利的修士 他的名字叫做 Joachim of Fiore 约亚静 Fiori的约亚静 他是生活在十一世纪的一个修士 他说 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是胜负的阶段 是胜负统治的阶段 胜负工作的阶段 什么阶段呢 就是旧约的阶段 旧约圣经全都是父在工作 然后呢 从耶稣降生之后 就是子的时代 圣子开始工作 从耶稣降生一直到1260年 这是子的时代 然后他预言说 从公元1260年开始 是圣灵的时代 今天你也听到过类似的说法 对不对 旧约都是父在工作 新约是子在工作 然后我们今天是圣灵的时代 所以我是相信圣灵的 圣灵在今天 就是说方言 医治 赶鬼 全都是这些 这是圣灵的时代 我们今天就不需要想父 不需要想子 这是 其实不是什么新奇的说法 十一世纪就有人开始说了 但是这是错误的 这是错误的 三位体的上帝 都是永远一直三个位格同时工作 从创造世界开始就是这样 父说话 子就是那话语 而圣灵就是实现上帝话语的 所以你从创世纪开始就看到 上帝说话 然后圣灵运行在水面上 所以三位体的上帝从来没有分开过 他们从始至终都是一同的工作 而在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个经文当中 我们也同样的看到这三位体的上帝 是同样这样的工作 所以我们要一同来看 第三章开始 我们快进到这个第三章 摩西降生之后 他被法老的女儿收养 长在皇宫里 但他依旧记得自己的身份是希伯兰人 所以我就简单总结一下前面发生的事情 他杀害了一名埃及人 结果发现事情败露了 就逃到旷野 跑到米店人中间去居住 娶妻生子 所以他就一晃就过了四十年 摩西出逃的时候四十岁 现在又过了四十年 这四十年 现在摩西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了 不要想着摩西还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他如今是八十岁的老人 到第三章之前 摩西前八十年没见过上帝 他从来没有跟上帝有过任何的交集 他成长在埃及人中间 然后他与上帝的百姓如今和上帝的拯救计划 都没有任何的关系 或许也是你所经历的一段的人生 可能在你的人生的前半生 你跟上帝没有半点关系 从来没听说过上帝 从来可能你听说过基督教 但是你从来没有真正的与上帝有过任何的相交 直到某一个时刻开始 或者是你的朋友邀请你 或者是你遇到了一个人 这是你人生当中第一个基督徒 他开始给你传讲关于上帝的事情 你才开始慢慢地认识上帝 这就是跟摩西的人生是一样的 摩西前八十年完全不知道上帝是谁 但是这就是圣经向我们一再呈现的 不是我们主动地去寻找上帝 从来都不是 没有人寻求神 连一个也没有 而是神亲自来寻找罪人 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拯救自己 而是上帝借着他万事相互效力的护理 把福音带到我们的生命里 使我们听到他的福音 并且能够相信 所以有一天事情就这么巧 摩西去哪放羊不好 非得跑到和列山去放羊 摩西跑到了和列山 这个和列山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西乃山 所以这里就是将来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 来到这里同样的位置 上帝在这显现与以色列民立约的地方 但是在这摩西不知道 摩西来这上面也没有刻着一行大字 上面写着神的山 天上空中没有飘过五个字 这是神的山 摩西对这个山就觉得 这是很平常普通的山 今天你去以色列旅游 好激动 圣地旅游 然后一看这是啥呀 不就是个小土坡吗 对吧 然后你就说 嗨 这算啥呀 不如我们中华的山川名秀 对吧 看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 有多么这个起伏的山巒 多么美好 这个什么和列山 一去看那个西乃山 就是一个小土坡而已 对 没错 这就是上帝做事的方式 上帝拣选的子民 上帝所显现的地方 这些从外表上来看 都没有任何的 什么超凡脱俗的地方 都没有任何吸引你的地方 这座山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因为上帝拣选这里 所以上帝专门在这里向人显现 所以第二节摩西就发现了一个大的意象 第二节说 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的火焰里向摩西显现 这是出埃及第一次出现 这个重要的人物 重要的角色 对吧 之前你们听我讲到 提到过耶和华的使者 耶和华的使者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圣经当中 但是这是出埃及记第一次出现 这也是摩西第一次遇到耶和华的使者 这位耶和华的使者到底是谁 到底是谁 如果我们留意的话 如果你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耶和华的使者 从来没读过前面的书 那这里面上帝又告诉你 耶和华的使者是耶和华 这两个词是互换使用的 当摩西进来观看的时候 到第四节圣经说 耶和华神从荆棘中呼叫他 所以第二节说 耶和华的使者在荆棘的火里 第四节告诉你 那个在火里的就是耶和华 不是什么其他的受造物 不是天使 不是任何的受造物 而这位耶和华的使者 就是耶和华自己 而且不但如此 如果你继续往前读 往前读读到第十三章 这位耶和华的使者 亲自的将他的名字告诉了摩西 摩西说 我怎么跟以色列民说 这个神 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到底是谁 说的太笼统了 对不对 所以上帝的启示是渐进的 对不对 在之前 上帝启示他是 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亚伯拉罕的神 然后到这儿 上帝又进一步的启示了他自己 这位使者说 他回答说 第十四节 我是自由拥有的 这是圣经当中 最伟大的一节经文 弟兄姐妹 这是圣经最伟大的一节经文 上帝亲自把他的名字 告诉人类 没有人能够想象 你去古今中外 所有的哲学家 当他们去思想 那位最终极的存有 神 当他们去想神 想最终极的 那个 亚里士尔德说 这个first mover 那么 所有的这个哲学家 说 这个神到底是谁 最终极的存有 到底是谁 没有人想得出来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只能说有一个最终极的存有 是一切存有的根基所在 但是他是谁 哲学家想破头脑 几千年的人类的智慧 想破头脑想不出来 所以 你想跟上帝 你想认识上帝 你想与他建立关系 不是你说了算的 不是你有多聪明 不是你 这个哲学知识多么丰富 来决定的 这个主动权在上帝手里 上帝决定 他是否要告诉你 他是谁 所以基督教不是 专门给那些大头脑 大知识的 有的时候很多人说 改革宗神学 对吧 改革宗神学 你是给知识分子的 谁告诉你 改革宗神学是给知识分子 谁说的 你没见过荷兰的老农民 目不识丁的 都是改革宗教会的 基督教 不是说你的知识 达到了什么层次了 你就自然就懂了 不 基督教是给三岁小孩的 基督教是给八十岁老奶奶 目不识丁老奶奶的 当上帝决定向你启示他自己 当上帝决定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 你就认识他 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学识 有世人觉得的聪明 都不需要 而这需要让我们保持谦卑 今天你来到改革宗教会 不要觉得说 我是改革宗 看 我辈儿棒 对吧 我就懂神学 懂哲学 没有用 你跟上帝的关系 不是你的知识决定的 当然你懂这些是很好的 如果这些知识能够帮助你 兼顾你对上帝的认识 感谢主 而如果这些知识让你自高自大 让你开始远离神 这是你的偶像 所以这个时候 上帝把他自己的名 启示给摩西 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一个动词 亚县 这个西伯来语里面的动词 是存在 是是的那个词 翻译成中文就是是 to be being这个词 所以上帝是说 我就是存在本身 如果我们有一个 什么好的方法去翻译 把上帝的名字翻译出来 我觉得中文应该是 我是 我的名叫我是 我就是我是 What is your name? No, my name is not 你看过那个短视频里面 有个人问他登记他的名字 这个人说我的名字不叫What 上帝的名字叫What 这是很难让人理解的 上帝名字是To be 我就是我是 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我是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这就是我的名 我是就是我的名 直到永远 也是我纪念的直到万代 这个名字启示了上帝的自存性 上帝的存在不需要 依靠其他任何的事物 上帝不需要这个世界 上帝就存在 而我们整个世界都需要上帝 这就是创造主跟受造物之间的 本质的区别 他是那位曾经就是 现在是将来一直是的 所以启示录第一开始上来说 那位昔在 今在 以后永在的神 这就是我们的上帝 而在整本圣经当中 除了这位耶和华的使者 敢这样宣告自己的名字 没有一个受造物 敢承受这个神圣的名字 除了一个人 就是耶稣 耶稣在来到地上的时候 他对犹太人宣告了 同样的这个名字 他对犹太人说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在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 我就是 我是 I am 我就是那位我是 犹大叔因此就把整个的 这个出埃及的事件 告诉 串起来犹大叔说 从前 那位在荆棘火灯中 向摩西显现的那位 称自己是 我是的耶和华的使者 就是耶稣 所以犹大叔第五节说 从前耶稣拯救他百姓 出埃及的时候 这位耶稣 就是那位耶和华的使者 就是那位自存永存的上帝 就是那位我士 他是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 而这位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 在火焰当中向摩西显现 把父上帝的旨意向他传讲 火焰是什么 你还记得在 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 当使徒们从圣灵 领受圣灵的时候 在他们的头上有什么 有火焰显现 像舌头一样的火焰 向他们显现 火焰的形象 在整本圣经当中 就是代表着圣灵 在会幕建造的时候 当会幕建造好了之后 有天空当中像着火一样的云 在包裹着这个会幕 那是圣灵降在会幕当中 表明上帝悦纳这个会幕 这是圣灵所居住的地方 所以当火焰 冒着烟的火焰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这是圣灵出现了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 把这一切都串起来 在荆棘的火当中 对摩西说话的是谁 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而那位使者在火焰当中 就是在圣灵的火当中 包裹着圣子上帝 来执行圣父的拯救计划 所以三位一体的上帝 永远同时工作 三位一体的教义 也不是新约之后才发明的 出埃及本身 就是三意上帝的拯救工作 圣父 圣子 圣灵 三者同志 同尊 同荣 同永恒 他是永永远远的上帝 而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一点 就是耶稣是这位耶和华的使者 他在圣灵的火当中 向摩西显现 所以摩西当时看到的就是耶稣 接下来我们要来思想的是 耶稣到底是怎样一位上帝 他的性情是怎么样的 所以这位耶稣在圣灵的火焰中显现 这表明摩西如今在荆棘的火面前 他进入到了一个神圣的领土 他进入到了圣灵掌权的宫殿当中 所以第五节耶稣说 不要进前来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 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 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于是摩西蒙上脸 因为他怕看到神 不久之后被拯救的以色列民 来到同样这座西乃山的脚下 他们所看到的场景是一样的 在《出埃及》第十九章 第十八节那里面记载了 上帝向以色列民显现 那里说西乃全山都冒烟 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在这山上 山的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 遍山都有大大的震动 所以希伯拉罗的作者 回忆这一切的时候说 所见的景象极其可怕 甚至摩西说 我甚至恐惧战警 你能想象那个场景吗 你能想象当耶稣向摩西显现的时候 那是一个怎样 当耶稣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 来到西乃山 向以色列民显现的时候 那是什么场景 你们有谁去过黄石公园 黄石公园有的时候 它那个有那个火山 这个火山地 对吧 你如果赶上火山喷发 当然火山喷发的时候 对吧 它也不让你进 但是你可以上网上去看一看 这个火山喷发的场景 到底是什么样 火山喷发 整个山都在冒烟 然后有这个火焰冒出来 那是整个地球的这个核心的熔江 当开始喷发出来的时候 是那样的场景 那就是上帝 耶稣在西乃山 像以色列民显现的样子 如果你看过之后 你就说过去 先拍个照 自拍 发一个朋友圈 Instagram 没有 你到时候你就不敢了 对吧 你就赶紧跑了 摩西甚是害怕 连摩西这个 上帝亲自拣选的先知 在那个场景之下 他是瑟瑟发抖 他是不敢抬头 低着头 不敢看上帝 是恐惧的 然后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 出了埃及之后 在生命级第四章 他提醒以色列民 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律法说 你们不要忘记 你们所见到的场景 你们进了应许之间之后 别忘了 对吧 你们当时没有相机 拍不下来 对吧 但是你们在自己的脑海里 不要忘了 耶和华在火中 向你们显现 他就是烈火呀 要记得 要永远记得 今天有多少基督徒 当他想到上帝的时候 他会是这样的形象 今天你去问大街上的基督徒 当你想到耶稣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 耶稣是爱 耶稣是温柔的 耶稣是非常的温柔 我怎么搓搏他就行 我怎么欺负他就行 他都不生气 这个是现代神学 给塑造出来的虚假的耶稣 所以我劝你们 不要看Amazon上的系列 亚马逊上的 天选之子这个系列 不要看 首先第一 你违反了第二条诫命 其次那里面的耶稣 所描绘的 不是圣经里的耶稣 你知道他的执行的 执行的 Executive Director 执行的导演 是个魔门教徒 所以基督徒还天天这样 看耶稣明星 上亚马逊的电视了 终于把耶稣捧成明星了 太不容易了 我们这个基督徒文化界 怎么改造娱乐业 终于把耶稣捧上荧幕了 那里面的耶稣就是 哇 怎么怎么 就你的好哥们 怎么特别的温柔 怎么怎么着都行 对吧 就是天天说点智力名言 就是全都这 不 圣经里的耶稣是烈火 你先要明白耶稣是烈火 你才能够真的感激上帝 祂是爱 还记得启示录第一章 当约翰看到耶稣 出现的时候 耶稣是什么样呢 约翰说 哎哟 耶稣 好哥们 好不容易就见到你了 咱们当年在地上吃肉喝酒的时候 没有 约翰见到 启示录当中 在意义上当中 见到耶稣 耶稣眼睛是火焰 他的脸像烈日一样发光 然后 他嘴里的画像宝剑一样 约翰这个曾经在加利利河边 与耶稣一同打鱼的约翰 看到这样的耶稣的时候 他扑倒在地上 他像要死了一样 这是我们的耶稣 这是我们的耶稣 而你可能会说 哎呀 那都是旧约嘛 旧约上帝是严厉的 到新约上帝就变温柔了 对吧 你是摩门教徒 你不是基督徒 摩西在生命纪 对以色列明说 你们要记得 你们的神是烈火 同样的 希伯来书的作者 对新约的教会 说了同样的话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今天我们读到的 敬拜的呼召的经文 你们的神乃是烈火 当存敬畏 敬畏的心去侍奉他 而如果你仔细听过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你就知道 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论证 是lesser to greater 是从较小的 到更大的这样的论证 什么意思 他不是说 旧约的是可怕的 哦 新约的就都温柔了 不是 他说旧约的可怕吧 够可怕吧 新约的更可怕 你仔细听 他到底怎么说 他在说 上帝的神圣和威严 在新约非但没有减少 反而加增了 他说 你们今天 在今天你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你们来敬拜的时候 你们不像以色列明那样 来到能摸的山 那山上有火焰 蜜云 黑暗 叫声 听到这声音 不敢再让 再向他们说话 因为所见的极其可怕 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 你们乃是来到西安山 永生神的诚意 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摩西只是到地上的 那个小土坡上去 就吓得不行了 你们今天来到 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有千万的天使 现在就在看着你们 有天上所有的长子的 聚会的总会 有审判人的神 有耶稣基督的保险 比在西乃山 那个小土坡上 所看到的更可怕 你们现在来到了天上 弟兄姐妹们 你们不怕吗 所以他接下来说 你们总要谨慎 不可弃绝地向你们说话 因为他弃绝在地上 警戒他们的 尚且不能陶醉 何况今天警戒你们 当你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当你们来到新约教会的时候 警戒你们的是从天上来的 从天上对你们说的声音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 当你们来到教会 来到新约的教会 都把鞋脱到门口 你看到穆斯林 进到清真寺里面 都要脱鞋进去 他们虽然敬拜一个偶像 一个假神 他们有那样的敬畏 我们来到教会都是 反正神是爱 我们需要敬畏神 不是因为你在旧约时期 不是因为上帝的律法 这样要求你 不是因为如果你靠近这山 你就被石头打死 你们敬畏神 不是因为你们受到威胁了 你们敬畏神是因为你们在新约的时期 因为这位本是烈火的上帝 他亲自来拯救你 你们所领受的是他的恩典 你们今天来到教会来干嘛 这是今天新约教会的实质 今天很多新约的教会 忘记了主日的敬拜 到底是在做什么 把敬拜当作是娱乐 消遣 来讨罪人的喜欢 在台上表演一些节目 来个脱口秀 来个访谈 来个演唱会 教会的使命 不是吸引罪人 不是讨罪人的喜欢 教会的使命 是要让你们来到这里 意识到你们 现在是到天上的耶路撒冷 你们现在在众天使的注目之下 来到审判上帝 来到审判人的上帝的面前 来敬拜他 这是教会的使命 教导你们 以虔诚敬畏的心 侍奉那如烈火的上帝 所以下周来 下周来的教会 都把鞋脱到门口 这是圣地 我说的不是字面意义上 千万不需要字面意义上 把鞋脱掉 我知道有人会当真的 把你心中的罪除去 把你那最污秽的东西除去 留在外面 进到这圣地来 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 但是弟兄姐妹们 在我们思想了耶稣的神圣威严之后 最后 听到这个很害怕 但是这位在荆棘的火中 向摩西显现的上帝 也是慈爱怜悯的 这位烈火使者 不是来消灭以色列民 他是来拯救他们的 所以第七节耶和华 在火中对摩西说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 我实在看见了 他们因都工的挟制所发的哀声 我听见了 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这是一些非常美的经文 或许你今天感觉 这位神圣威严的耶稣离你很远 或许你觉得 他感受不到你的痛苦和绝望 但是今天耶稣借着这句话 来告诉你 他看见了 他听见了 耶稣说 你的痛苦 我原是知道的 而耶稣不仅看见了 听见了 他知道 而且他来采取行动 第八节他说 我下来 要救他们脱离 埃及人的手 领他们出那地 到美好宽阔流乃云密之地 虽然上帝差遣 摩西去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 但是实际上 上帝所说的话 这位耶稣 对吧 这位耶和华的使者 所说的话 是让摩西真的明白 真正带领他们出埃及的 不是摩西 而是这位耶和华的使者 他来亲自拯救他 摩西是他的代言人 而这位耶和华的使者 才是真正的救主 而在这节经文当中 第八节 就是我刚才读到这一节 是浓缩了 整个圣诞节的 关键的信息 在这里面出现了三个动词 这三个动词 总结了耶稣基督的福音 首先这位使者说 他要下来 他要come down 他要从天上下来 这位耶和华的使者 他是临在 他是那位下来的上帝 耶稣在地上说 他被父差遣 是从天上降下来 这位使者还记得 他显现的时候在哪 在火中 而他说 我的百姓在埃及人的手里 如同在火摇里一样 他们如同在铁炉里 烧着着 承受了火灼一般的痛苦 所以我来在火里 与他们同在 他们在哪 我也陪着他们在哪 我是与他们同在的神 我是以马内力的上帝 所以他亲自在火里 与他的百姓同在 耶稣就是这样 亲自福就卑微 进入到这个世界上 他成为与我们一样的人 他与我们一同欢笑 一同哭泣 一同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所以这是第一个动词 这位使者下来 然后第二个动词是 他要救 拯救这个词 这位下来的神 他的目的不是单纯的陪陪你而已 他要拯救你 他要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这里的拯救这个词 在希伯来语言文里面指的是 从另外一个人手里把东西抢下来 对吧 虽然我们不建议孩子们经常抢东西 但是这是上帝所做的 上帝把这个拯救 就是把一个东西 从另外一个人手里夺下来的意思 这是一个彼此拉扯 拉锯的一个征战 最终谁的力量更大 谁就能获得财产的所有权 而圣经用这个词 来比喻上帝的拯救工作 被争夺的就是他的百姓 百姓是被争夺的这个财物 他的百姓本来在法老的手下 本来在仇敌的手中 但是耶和华这位使者 仿佛一位大能的勇士 来把敌人胜过 把他的子民夺回 他的绑壁是如此的强壮 在地上没有任何的仇敌 能够胜过他 而你要知道 耶稣在地上也曾经用过这样的比喻 来形容他的工作 他说他在圣灵当中赶鬼 就是把撒旦捆绑 解救他的百姓 而他解救我们的方式 弟兄姐妹们 也就是他显现的方式 所暗示的 他在火中显现 他在火中去经历上帝的审判 这位本身是烈火的使者 自己却承受了在火中的审判 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背负了上帝的 如烈火一般的审判 来洗去我们的罪 而你注意到 这些都是预表 这位使者在火中烧着 一直烧着 但是这荆棘却没有被烧毁 他能够承受得住上帝的审判 上帝的审判没有把他摧毁 反而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他彰显了那个胜过死亡的生命的大能 这就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方式 这是第二个动词拯救 第三个动词在中文的翻译里面 没有翻译出来 叫做他会带领我们上升 这里面中文翻译是 领他们出那地 但是这里的动词的原意指的是 go up 上升的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埃及地势比较低洼 而迦南地是属于山区 所以从埃及出来进到迦南地 是一个不断一路向上升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从海拔的角度上来讲 但是上升这个词 让我们注意到 这个目的地是在哪 让我们注意到 这个目的地是在应许之地 是在那个流奶与蜜之地 实际上上帝不断地重复 我要把它们带到那个应许之地 那个流奶与蜜之地 而且上升这个词 也意味着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 他们不是仓皇地逃走 而是胜利的 他们是上升的 他们是挺着高昂的头颅离开的 所以还记得上帝预言了 将来他们离开的时候 要带着金器 银器 所有的衣裳掳走 对吧 他们要把埃及人 当所有的财物掳走 为什么上帝要预言这些 这是为了让他的百姓 在苦难当中能够有盼吗 那个将来的应许之地 是他们今天可以依旧在埃及 忍受苦难的原因 而耶稣对我们的拯救 也是同样的 弟兄姐妹们 今天耶稣的拯救 不是超自然地终止 我们在这地上一切的苦难 不论是你的身体的健康也好 不论是你的关系当中的 各样的遭受的逼迫 不论是你所身处的这个环境 耶稣来拯救你 不是说超自然地 哇 一下子你的生命 就都改变了 不 你还依旧在你所处的苦难里 不论那是什么 但是耶稣借着他的拯救 所赐给你的是叛马 所赐给你的是不断地 借着教会去宣讲 那个将来的应许 那个将来的应许 及那个新天新地 来帮助你 再过你在地上的这一生当中 不断地有信心继续往前走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述说 我们如今至赞至轻的苦楚 是为要我们成就 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 因为在我们高升之前 我们必须经历降下 而保罗用以弗所书第四章 用降下和升高 把耶稣基督整个的救赎工作都总结得淋漓尽致 以弗所书第四章 保罗说 因此经上说 他升上高天的时候 就带着许多的俘虏 把恩赐赏给众人 既说他升上 岂不表示他曾经降到地上吗 降下的既然是他 也就是耶稣 那升到诸天之上的也是他 他是充满万有的 你注意到当保罗说到最后这句话 他说他升到高天上的时候 我刚才用的是当代译本的 你们如果用和和本 可能翻译的不一样 和本说当他升上高天的时候 掳掠了仇敌 但是当代译本翻译的 我觉得很好 他说当他升上高天的时候 是带着俘虏去的 He lead a captive a host of captives to the heavens 谁 谁是耶稣的俘虏 你们 你们是耶稣从撒旦的手里 所拯救出来的俘虏 所以保罗在这时 当他升到高天去的时候 带着一群俘虏 一起升上去 你读圣经的时候没读出来 这是这个意思 因为耶稣的升天 就是你们的升天 耶稣今天如今坐在父的右边 你们如今就跟着他一同 坐在父的右边 耶稣在哪 你们也跟他在哪 你们是他俘获的 从撒旦的手里 所夺回来的那群俘虏 如今你们成为上帝 天国的百姓 所以耶稣临上十字架的时候说 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在天上的圣城 是神为他子民在天上存留的家乡 也就是迦南应许之地 所预表的那个真正的应许之地 所以这三个动词总结了整个圣诞节的奥秘 上帝的永恒之子耶稣基督从天降下 拯救我们并且带领我们升高 正是那位神圣威严的使者 是有大能以他的怜悯和慈爱拯救我们的神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回到了那位荆棘火中 向摩西显现的耶和华的使者 他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他是神圣威严的 但他同时也是慈爱怜悯的 今天亲自来拯救我们 降悲来到这个世界上 拯救我们脱离罪 完成在十字架上的救赎 最后带领我们升高 在今天这个降临期的主日 愿上帝兼顾我们的信心 怀着对应许坚实的盼望 敬畏他 信靠他 以他为乐 等候他再来 阿们 我们今天一同低头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感谢你 借着摩西与荆棘火中使者相遇的故事 这样我们看到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他从古至今是人类的救主 他如今亲自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成就最终极的救赎 并且他亲自来带领我们 在这一生奔走我们在地上的天路 求你继续让我们的心能够仰望他 他在天上如今坐在你的右边 愿我们今天的心也能够升到天上去 让我们的心能够仰望我们的救主 借着圣餐兼顾我们 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快耶稣的名 阿们